這個課程開始 未來開始 大家請起立 請勒 加嘴 大家早安 今天簡單的談我們的題目是美國的基本精神 所以 這個我們用一個小時來簡單的談一下這個 有很多觀點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討論 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說 你現在在台灣 你碰過一些 了解美國法律環境 或是了解美國在國際這個角色 這些人 你請教他們 有關台灣民政府 或是這個我們這個 法理建國會所做的事情 那他們 來跟你講美國的基本精神 恐怕 他們也是都講錯了 因為 所以 一般人這些知識 他還是 他還是限於 美國的聯邦政府的運作 而他的聯邦政府是 對於50州 是怎麼樣的運作 台灣不是一個州 在我們有生之年 我們兒女 我們的孫子 也不會看到台灣變成一州 台灣是一個 美國的佔領地 但是他跟 伊拉克不一樣的 伊拉克 本來就是 要 要 當時要回復 那個伊拉克 的那個政權 OK 換一個民政府 換一個民政府沒有錯 但是還是回伊拉克的那個政權 那台灣已經 經過日本那個 和平條約已經放棄了 所以在一大方面 就是說現在的佔領責任 都是在 都是在美國那邊 然後更何況 他多少年 他把這個責任 他把委託 這個 蔣介石集團來執行 然後美國好像就是 其實很多方面 他是沒有積極在管理 呃 嚴格來說 他們有的那個官員 他也搞不太清楚 到底台灣是怎麼一回事 你看 最近林博士發表的那篇文章 不是昨天 在網路上 呃 傳來傳去嗎 他就說那個 防禦條約嘛 19 55年嘛 1955年那個 美國跟所謂中華民國的那個 防禦條約 那個美國參議院 他通過的時候 他就帶一個 一個伏筆 他就說 這個條約的成立 並不改變台灣的地位 台灣的地位是什麼 不知道但是不改變 所以他們也搞不清楚 OK 那當然是回到原點 他們沒有從 這個戰爭法這一部分 來 來下去研究 OK 所以我們先談這個問題 呃 很多美國水者 或是甚至於住過美國的人 他 他馬上就想到 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的 呃 美國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的 就是表面上 社會上 呃 好像美國可以比較自由的買賣 對 槍嘛 還有去 有的時候去 呃 去法院 呃 經過審理 都是有陪審團 呃 這個是很明顯的 一些差別嘛 呃 剛好這兩方面 齁 美國在管理那個海外領土 這幾方面是沒有保 沒有保障 對不對 因為美國之所以有 有 有那個槍 這個是整個跟美國的 北美洲的那個 13個殖民地的那個歷史有 密切的關係 因為他們當初他沒有 他沒有兵 他只有民兵嘛 啊他在廣場裡面大喊 喔 英國人來了 英國人來了 大家拿著槍就跑出來嘛 然後 狡 狡擊在某一個地方 開始打英國人 所以他那個時候就是 每個人有槍支 他是這樣來的 那 畢定台灣沒有那樣的一個歷史 也沒有那樣的一個環境 所以並不是說 你進入美國的一個關下體系 你馬上有 有 擁有槍支的權利 絕對不是這樣 還有陪審團 陪審團是這個 審理那個案子的一個方式 但是並不是美國憲法 所保障 在美國關下地 每個地方都有的一個制度 特別是 這個海外領土 他沒有這樣一個傳統嘛 對不對 所以 這幾方面 其實我們在 我們在那個英文的網站 可能還沒有翻一層中文 但是我們在英文的網站 有 有相關很多那個大法官的判決 有關 什麼樣的那個管轄 什麼樣的美國憲法保障 它是運用在一個海外的管轄地 所以不要貿然以為 你在美國 五十九所看到的一些制度 一定是可以馬上運用到 像台灣的一個 台灣的一個一個管轄地 這個是要經過一些研究 所以我們有把列出來一些基本的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就是 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 生命自由財產 正當法律程序 生命自由財產 正當法律程序 那護照旅行政見 是包括在那個自由裡面 OK 所以自由的限制 應該是說 必須符合政府一個正當的一個目的 所以一般就認為說那個旅行政見 所以現在 我們也是跟美國在吵那個旅行政見 因為台灣 那那個 中華民國的旅行政見 不管從九金山和平條約也好 不管從台灣關係法也好 也沒有什麼法律依據的 你美國為什麼要承認這個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應該是我們自己 有自己的一個旅行政見 然後經過像我們台灣民政府的一個體系 美國授權 管是美國法的還是委託我們法的這個沒關係 但是 這個比較符合一個法制 法制的一個做法 OK 所以 剛剛 那個林博士有提醒我 我們 我們 現在 每一期都訓練 幾十位 甚至於 七八十位 來了解我們民政府的運作和我們一些基本理念 所以將來這些人可能都 你們這些人都在我們體系裡面有機會來擔任什麼職務這樣 那 他說 我們 要鼓勵大家 然後 從這個角度 也可以談談 美國的 跟 台灣的 目前的這個行政體系 有什麼差別 嗯 基本上 我是覺得 有很大的差別 是我所看到的齁 我所看到的 因為我本來在 外籍配偶的團體 我們在跑了七八年 嗯 我們外籍配偶 從 民國 以民國來講 84年開始跑 跑到差不多 呃 89年 89年 90年 因為我們就是立定的目標就是 我想比較合理的目標就是 外籍配偶的永久居留權 所以我就是第一個目標就是這個 所以永久居留權 就那個立法院三流通過以後我覺得說 我們就可以解散了 是不是我們可以做別的事 所以 大致上我的部分是做到內 啊接下來有很多外籍媳婦 啊那個婦女團體就接著嘛 他們為外籍媳婦的權利 他們就大為推動嘛 所以當然我們外籍女婦也 也會受到相關的好處嘛 所以基本上 嗯 我們接觸到很多這方面的問題 那 我 我發覺這個 台灣的這個行政體系 他可以 跟你 跟你談的時候 某些人有某些問題 他跟你談的時候 可以發覺就是說 他的結論就是 沒有結論 他的結論就是說 沒有答案 你可以回去 那對我 美國思考來講 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你一定要給我一個答案 對不對 那就是說 我們舉例來講就是說 像前幾天 前幾天都有 我有把剪下來寄給我們那個 再處理那個 公民權利法案嘛 我報紙有燈嘛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小孩在台灣的就是 就是什麼 他 大概 大概就是那種情形 他媽媽 就是跟爸爸沒有結婚嘛 那爸爸可能 爸爸可能 爸爸可能是 是外地人啊 怎麼樣反正失去聯絡 小孩子現在好像也是 十幾二十歲也 也都沒有政見 也沒有身份 這個完全是美國體系不能接受的 在這裡他可以接受 你問那個媽媽說 你有沒有跟警察局聯絡 他如果拿出來他跟警察局聯絡的那個紀錄 是一大策 十幾年來沒有答案 什麼叫做沒有答案 這是很荒謬的 因為其實按照我們知道的 如果他沒有台灣的身份 他就是外國的身份 沒有外國的身份 他就是無國籍嘛 那無國籍按照這個 所謂中華民國流氧政府的這個體系 你就是發無國籍的那個外僑居留證啊 他一定有身份的啊 所以他們這個也沒有做啊 然後就跟他講說 因為爸爸沒有沒有出現 所以不能 不能報戶籍什麼這些 那我給那個曾先生是處理我們那個公民法案 他說那你就是要看戶籍法跟國籍法 我說你跟我講這個我比誰都清楚 我只是給你看 在中華民國的體系裡面 很多事情他們是認為沒有答案 那你就以美國來講 你如果可以找得到 我當然我英文版很容易找到 前幾年 可能十幾二十年 他們有個大法官有個判決 就是有關那個墮胎的事情 美國大法官有個判決有關墮胎的事情 那很多一般人去讀美國憲法 美國憲法的修正案 還有美國一些聯邦法律 他會覺得說 那最高的那些法律對於女孩子墮胎的 墮胎的這個完全沒提 那就表示你完全是法律以外人 你看他的判決他什麼 引經據點去談 應該有應該沒有 哇那個那個真的是 我覺得這樣的判決真的很精彩 非常的精彩 他們的思考邏輯是什麼 然後他從歷史下去去看 美國早年的那個殖民地時代 是什麼樣的一個情形 對女權的保護是什麼情形 他對女孩子的身體 是什麼樣的一個法律範圍 他全部都檢討過了 所以這個是告訴我們說 在美國憲法的什麼事情都有答案 什麼事情都可以解決 在台灣是似完全的 在台灣他們就覺得憲法也講到的OK 憲法沒有講到的反正沒有答案 這種思考邏輯是 我覺得是整個國家滅亡的一個保證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辦法處理事情 你沒有辦法處理現代社會的一些要求 你必須有這個體系 你必須能解決所有的問題 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很大的 我們從2006年4月24號 林博士在美國起訴 我們從地方法院起訴 第一個狀子就在談憲法時候保障我們的權利 你在台灣你去地方法院去主張 所謂ROC憲法給你保障的權利 法官都覺得很好笑 沒有 因為在台灣他認為 憲法是大法官去談的 那換一句話說 憲法跟你現實生活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常常覺得台灣沒有憲法 中華民國沒有憲法 這個什麼憲法嗎 跟我日常生活沒有關係 我到警察局說我憲法怎麼樣怎麼樣 每個人說那跟我無關啊 啊這個什麼憲法 所以這種思考邏輯是完全 完全違背 完全違背現在的一個文明人的一種 一種做事的方法 所以你說我們將來我們要做事 我們當然要用美國的這種精神 我什麼問題我都可以談 什麼問題我都可以找到 我們用我們的思考邏輯 我該怎麼做 就像我以前 我以前有一個女孩子 是一個台灣女孩子 她是在美國落換那個癌症 然後她先生就去外遇 然後我就搬出去 她不要嘛 那個女孩子有乳癌 她就跑回來台灣 然後帶她的小孩回台灣嘛 嗯 後來 有 有報紙上有等一段時間 她姓下的嘛 後來就說 要人出來給她幫忙 那我看沒有人出來幫忙 我就出來幫忙 後來我們 我們那個 很好笑 那個 我們 他 先生已經在美國 那個 起訴要離婚嘛 那美國是 無過世主義 加州 他先生是軍人 他是無過世主義 意思就是說什麼 你要離婚 你不需要離婚 你只要說我要離婚就好 對不對 那台灣目前不是這樣 嗯 徹底探討兩方面 我只能講一句話 各有利弊 各有利弊 OK 那當然那個不是我今天主要要談的話題 但是anyway這個女孩子來台灣 那第一 呃 第一 我們在台灣 那個 先 我們先到 地方法院 就 就提出 那個 離婚訴訟 那離婚訴訟 他要把這個狀子送到對方的手中啊 是不是 他必須把這個狀子送過去 送過去 不是你自己送去 是必須經過外交部 啊外交部 是什麼一個單位嗎 你 你知道嗎 你看報紙 他是 有一些 諮詢上的困難 那是冰山一角 像這樣這麼簡單的一個七宿狀 要他送到對方的手中啊 呃 法官第一次我們第一次開庭他就說 好那半年後我們開庭 呃 不是三個月後 他說三個月後我們開庭 那個時候可能已經送到 三個月後外交部就來個文說還沒有送到 他說那好半年後 啊半年後 他就說外交部就來個文說還沒有送到 法官就說啊那乾脆一年後 一年後外交部來個文說還沒有送到 你有沒有去便利商店問他說 我一個快遞到美國去要幾天 不要三五天 不要三五天 外交部用兩年的時間 就送不到對方的手中啊 啊你自己如果要送就這樣 所以到了後來當然整個案件都終結 因為美國的那個判決早就出來了嘛 啊就出來就以這個為準嘛 我們要先搶 我們這裡讓我們要當然要談監護權 什麼這些問題嘛 所以你說這個新政效率之差 是超過你所想像的 絕對超過你所想像的 這些人在做什麼我 我絲毫不知道耶 但是他們新政效率非常的差 那甚至為那個女士那個下女士的那個case 曾經她帶她的兒子回台灣 她帶她的兒子回台灣 啊那個時候她兒子拿美國護照入境 那後來她就是要為了長期居留她要換台灣的身份 啊那個女孩子落患癌症 一個禮拜要去醫院好幾次 也沒有體力嘛 啊她沒有 其他她的親屬都很老的 沒有辦法幫她什麼忙啊 啊那個外交部所按照規定 就是小孩子要出境 再入境 然後拿那個 所謂華僑護照嘛 那先不談 在我們 所有的法律水者認為華僑護照本身在國際法裡面是違法的一個東西 它是違法的一個東西 你怎麼可以發個護照給人家 然後說他沒有入境權 沒有居留權 沒有投票權 沒有工作權 華僑護照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你去看聯合國人權宣言 有這樣的一個款線嗎 沒有 他寫得很清楚 每個人有入境自己的國家 工作投票什麼所有的權利 中華民國憲法所有人人平等耶 他這個也是他的體系 他不理你啊 他不理你啊 OK 所以他必須先拿那個護照 他必須入境 我說那他直接在台灣換 因為他 他一個小孩子八歲 因為他沒有辦法自己出境嘛 他沒有辦法自己出境 他說我們的規定是要出境 我說哪一個規定 他說這個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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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小的行政命令 我說現在這個不是法律 OK 法律是立法院 是通過的 這種東西 按照你那個中央法規標準法是對外沒有約束力 所以這個東西麻煩你放在垃圾桶 喔他們對我的解釋很高興 非常的高興 不過他們自己擬出很多規定 其實與法無懼啊 他就用這個來執行 所以你看到社會上很多人 碰到什麼問題 他說你必須這樣這樣這樣 實際上是沒有那個規定 那是他們發明的 那是他們發明的 因為 一般對外要有約束力的人 必須基於法律 法律 法律不是行政命令喔 不是罕令喔 不是解釋令喔 啊他們有遵守這個嗎 也沒有 所以後來我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但是那個方法不是我想出來的 不知道是鄰居或是誰 帶他去去然後帶他回來 然後必須換那個護罩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OK 有這樣的情形 然後 搞得非常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可以完全了解就是 台灣的那個女性 哇 在碰到這個國際上這個問題 完全沒有受到保護 像這個女孩是要伸張她的權利或什麼 這裡的單位也沒有辦法幫忙她的 每一個都是非常官僚化 然後沒有辦法去伸張她的一些權利 那另一個我們看到的這個 美國盡量要避免 但是在台灣天天看到的就是什麼 每一個單位對同一條法律她有不同的解釋 對 她有不同的解釋 不同的執行 甚至於身份她有不同的定義 那我兒子本身就碰到這個 我兒子本身就碰到這個 因為台灣本來是那個父系主義 爸爸是這裡的國民才 所以可以說小孩子是國民 後來到2000年的2月她才改了父母雙系主義 父母雙系主義她還加了一個20年追溯的條款 只要在2000年2月2月5號她是未滿20歲她也可以運用那個條款 所以我那個時候我兒子就是 那個時候他差不多12歲吧 所以他可以運用那個條款 他可以主張 他是有這個本地的國籍 所以 那個時候我們就 我們就說 他讀書美國有一些獎學金 他可以拿獎學金 他那個時候拿外交居留證 我小兒子拿外交居留證 我們就 跟內政部申請說 請你給我們一個文 就是證明他是 單一國籍嗎 因為他拿外交居留證 外交居留證寫他是美國籍嗎 請你給我一個文 因為我們要申請美國獎學金 他規定單一國籍 結果內政部就來個文 就是說按照那個國籍法 2月5號 就是2000年的時候 你兒子是中華民國國籍 所以當然我就拿這個文 登到學校 9月的時候 註冊的時候 我就拿到台灣的國民小學 他就說那你小孩子外國籍 我說小孩子中華民國籍 學校說 這個文是幹什麼 我說這個是內政部 這是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 國籍的主管機關 他講的就是法律 他的解釋國籍法 我的小孩是中華民國國籍 他說拿證件嗎 我說這個就是證件 這個就是一個傳位性的一個解釋 水校不接受 所以我們行文教育局 教育局回個文說 你小孩子沒過幾 不是中華民國籍 你有碰過這樣的情形 你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你活在什麼樣的一個 亂七八糟的華路環境裡面 但是我們在天天碰到 OK 那 你可以不用問 我經過立法委員去問 小孩子什麼籍 他說以國防部的認定 始終華民國籍 將來可以做炮灰啊 對不對 那我說那教育部最近有個 有個什麼圖畫展 是 是限於國內的小孩 那小孩子可以 可以申請參加這個圖畫展 他說你小孩子沒過幾 OK 所以每一個小 每一個單位不同的解釋 每一個單位不同的解釋 問我連那個主管機關的這個頭銜 也沒有用 其他的單位也不承認 OK 就像 我另一個外國朋友 他要申請永久居留權 結果他們就說你要有最近幾年的報稅資料嗎 他每一年都缴稅嘛 所以我們就去那個 那個是入市國移民法有規定嗎 你要有報稅的資料 那個是法律有規定嗎 這個是手續之一啊 他就去財政部就說 我要申請這個資料 財政部說 我們沒有辦法給你 我那個朋友姓杜還是什麼 他中文名字姓杜 杜先生就問說 為什麼沒有辦法給我 這是法律上我必須有的資料 他說我們這裡有個罕令是 你不能拿那個資料 你必須是報稅那個義務人 就是你報稅是你太太報 你是附帶在裡面嗎 那你必須你太太來申請這個資料 他說我現在跟我太太是辦離婚嗎 我要申請永久居留權 我跟你想 我太太不可能給我這個資料 我太太一旦知道 我沒有這個資料 我就不能住 她會拍手 她會跳躍 她不要給我啊 她就說那沒有辦法 我跟她講說 先生 陸續國跟移民法是一個法律 既然每個法指定一個主管機關 那財政部對於內政部主管的 她當作不是法律 她當作不是國家的法律 財政部所理的都是財政部主管的法律 其他的 跟高明跟門店一樣 他不管你 對不對 這種的體系 這樣的思考模式 所以公務員訓練中心到底在講什麼 我非常的困惑 我完全不知道 這些基本的法治觀念 台灣的公務員完全沒有 到底在學什麼 我真的很懷疑 他完全沒有這些基本的法治觀念 所以 為什麼要講這些 就是回到 美國的一些基本觀念 對不對 有幾個基本觀念 第一 你這個問題 就算你法律體系 你要找到 如果你不能找到 那你寫個報告 你往上走 總是有解決的方案 總是有人可以從裡面解決的方案 然後 可以做的事情 可以做 那不能做的事情 當然就不能 不能做 還有我們以美國思考來講 台灣 行政機關 一天到晚 我們在弄一個特例 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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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用特例 用通力 我們不要搞一大堆特例 喔 因為這個人的情形特殊 我特別允許他兩個名額 這樣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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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做法是錯的 通力 不是特例 所以你看報紙上 嗯 他說因為那個西藏人 流落台灣很多年 他沒有居留權 發發發發發發 內政部 給100名額 所以現在100個西藏人 可以發發發 可以得到居留傳 哦 你排手說 哦 那個 內政部很懂得 解決這樣的問題 但我看起來 這 內政部為這個應該幾個打過 但是完全不是處理事情的方式 你要处理不是特利是通利 往后这些西藏人 既然冒充别人 经过你的海关 既然他进来你怎么处理 往后怎么处理 不是光眼前的这些 以后你要有一个知行的方式 如果你这样子有个知行的方式 以后这些问题就会消失 但是当然 有个困难是 如果我有这么好的一个通力的方法 当然我没有红包可拿 是不是 我今天要拿红包 当然我要刁难对方 所以这个就是 不同的思考模式 不同的思考模式 那这个在每一行每一业 你说管理大楼什么那些 这个故事也可以讲 也可以讲很多 管理那个招牌什么那些 同样的问题都是出现 消防规章也是一样 好几个单位有不同的规章 互不协调什么那些 所以一方面 你这个方式牵涉到这个案 不同单位要协调怎么做 然后你处理 符合法律环境的一个做法 合情合理合法 对不对 然后你要有一个通案处理 所以以后就是这样处理 以后就是这样处理 台湾基本上 它不太重视那个潜力 台湾的法律环境不太重视潜力 我觉得这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 这个好像是德国法律体系 我觉得这个是你立法院很多事情都跟不上 那你只好用全力来解决 如果你有更好的解释 你当然可以把全力推翻 你可以把前面的例子你可以推翻 但是如果已经有这个例子在 那你也可以主张可以运用 所以这样的话很多事情很好解决 很好解决 所以如果你要做这个管理 你应该考虑到这样的一个 我们是考虑到这样一个精神 所以我想就像我本来的构想就是 台湾某个单位里面 它一定有一个协调局 所以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一南杂政 按照部门一步一步这样协调上来 从那个建公所 什么 上建公所一直到 区域都市县 一直上来 没有办法解决 最后有个协调的单位 对不对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问题处理掉 像我 我有一次 我跟我太太去 我太太也是跟那个 中介业子有那个意见不合嘛 就是他们要拿佣金我太太不想给 他说你房子都漏水 所以我要从你的中介费要把扣下来 他们当然不同意 我太太说那好给你一半 他不要他就起诉 好啊大家来啊 所以我们在出庭的时候 我们就坐在那里 还没拍到我们我就在打瞌睡啊 后来我们讲完我们的 然后我们离开 我太太说 你有没有听到前面他们在吵什么 前面那个案子 我说我没有特别听 他说前面那个案子很有意思 他说是一个建设公司跟那个 有那个土地的那个所有权人 他们在吵的就是说 那个有土地的那个人 他就是因为建设公司咬嘴 他就说你过户给我 我抵押这个 然后我再给你钱 我要开始盖这个房子吗 那那个土地所有权人说 你先给我钱 我再过户给你 因为一旦我过户给你 万里你给我耍什么 我门都没有啊 对不对 那个时候已经过户给你 已经是你的 你也可以抵押 你也可以跑走啊 我的保障在哪里啊 所以你先给我钱嘛 或是类似这样一个争承 哦说我瞧这个 他说 他们刚刚说了 已经在法院十几年 在法院十几年 你说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对不起我和先生五分钟可以解决 他们告十一年 没有一道熟光 这个我五分钟可以解决 很简单啊 你的律师来 你的律师来 你的会计来 你通知护证来 你通知地证来 全部来我办过 什么事你当场办 你盖给他的银行 所有的所有的人 所有的章 你就在这里办 全部盖完了 好 over 这个很简单啊 因为这个时间是要先有鸡先有蛋嘛 你要先盖章 还是他先盖章 你全部在这里办嘛 很简单啊 这个事情很简单 这些人是完全没有思考能力是不是 那他们去清教那个中华民国官员 这些人也没有思考能力 你看你是活在这样一个体系里面 那还好这些人是在法院去如果是别人他说不定用黑道来解决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黑道在台湾非常猖獗 为什么黑道在台湾非常猖獗 很简单啊 他欠我钱 我去法院 我去拿到什么判决 我怎么执行 没有办法执行啊 执行什么 对不对 我有办法扣他的薪水吗 我有办法这个了解他将来要买Benz 我先给他来解决 你怎么有钱买Benz 你欠我几百万 你女儿要去留学 你给他几百万去留学 你欠我几百万 你怎么有钱给女儿 我可以对他有这样的动作吗 没有啊 法律环境没有啊 他可以出境 我可以宣誓他出境 不行不行 所以你拿到那个判决说 这个人欠我钱 我要拿那个钱 等于一张废纸啊 所以怎么解决 当然用黑道来解决 所以为什么黑道这么猖獗 就是因为法律环境太差了嘛 没有保障啊 对你好人没有保障啊 对黑道当然有保障 所以这些问题 我想 美国的思考里面不是这样 美国的思考里面是 是要这个事情 你有一个解决的方案 你有一个解决的方案 你什么事情有个解决的方案 然后一个合理解决的一个方案 所以如果你想做的这些问题 你必须想到 第一我们所有的问题 我们用我们这个现有的体系来讨论怎么做 或是我们给人家一些传线 但是同样的我们为下一个人去思考 所以我们是通案去处理 然后大安 护正事务所所处理过的 那全台湾都可以用 他碰到这个奇奇怪怪的Case OK那他一旦解决 那我们就公布出来 其他的人碰到这样奇奇怪怪的Case 他也可以这样去解决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所看到的 这个是我所看到的一个基本精神 是跟我所在美国所熟悉的 跟这里我所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这些话题 这些话题当然都很严肃 OK 再来你如果像我来这么多年 跑我有时候跑4亿元的办公室 什么那些那些 你看像4亿元 以我简单的估计 百分之七十八十以上的这个时间 都在处理什么 都在处理违禁 都在处理违禁 那如果你有朋友在美国 你问他说 美国的违禁怎么处理 如果他是美国的大学学中文 差不多跟你保证 他听不懂什么叫违禁 那如果他来过台湾 哦违禁 他回去怎么处理 我有问很多 他说没有违禁 没有违禁 为什么没有违禁 这个又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非常简单的一个教理 明天开始全部没有违禁 因为所有的那个建设行 所有的建设公司 全部都要有执照 台湾没有啊 随便江山理事就可以开个无尽航 他也可以给你包工程 你说我要在顶楼加盖 他就给你做啊 美国不可以这样子 你每一个要有一个执照 一旦有违禁 我来查谁做的 刑事责任 吊销执照 这个都市处理一两个 这个没有人做违禁 这个道理很简单 台湾有做吗 没有啊 让他们愈所愈为 这样 你十一元 所有的时间就做这个 那当然 要谈民主政治的改善 你没时间 对不对 你没时间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 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所以像是那个 苏贱昌 在竞选总统的时候 他是一直标榜说 哦 我很有决策能力 他很有决策能力 他很有做事的能力 啊为什么 周西伟上台的时候 他说 台北县的违禁 是多到无法赎清啊 啊这个是苏贱昌 留下来的一个成绩啊 啊没有人提 我提啊 啊周西伟怎么办 他没有办法啊 你天天所有的时间 都是在谈违禁啊 所以他就 当然他发布一个命令 全部合法 明天开始 不可以违禁 当然他还是开始啊 因为你没有 那个正确的法律环境 所以这些事情 整个环境 这个就是 上梁不正 下梁歪嘛 就这么简单嘛 你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嘛 你当然说 发展出来的所有问题 都是不好的嘛 大家 大家现在 你看我 这几天看到一些报纸 不断有人在 在成立新的社团 新的基金会 什么 推动什么 法治教育 法治教育 现在很多 那 如果你是一般水子 你会觉得说 美国推动法治教育 台湾推动法治教育 哇 我们一样的 我们已经很先进的 奇怪 美国推动法治教育 结果是美国在国际间 当然抬头停凶啊 啊台湾推动法治教育 做得再好 国际间还是没有身份 为什么 那理由 就是回到原点嘛 原点是 日本投降的 1945年4月25号 你从那天开始 已经走歪了 那不是光复节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解释啊 法国 法国的总统 美国总统 英国总统 没有一个人认为 4月25号是光复节 没有啊 哪有这回事啊 然后接下来 1946年 远越 你就宣布 全部 集体规划为中华美国 国民 那请问 法律依据在哪里 台湾的 中华美国 所谓中华美国的 这个国际法 1929年 有这条吗 有这条吗 是第几条啊 我看过几百遍 没有看过这条 你立法院有追认吗 没有啊 那回到中央法规 标准法 你这么重要的事情 一个国际的确认 立法院没有通过 并不是法律啊 也不符合国际法 也不符合国际法 你如果要符合国际法 你是不是这个领土先过户给你 你再有立法院通过一个国际的 而且你必须有 一年的选择期 一年的有预期 这是国际惯例啊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还有 还有全力去跟美国争说 台湾的人不是中华美国国民 这个认定是错误的 对不对 这是认定是错误的 这个是依据什么法 中华美国法也好 国际法也好 全部都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是 他们很有办法去猛骗国际社会 但是到今天你看问题都出来了 那国际社会 今天你说什么 他就不承认 那你要去参加什么国际组织 也用一大堆奇奇怪怪的头衔 美国那个 有个海外领土叫做 波多里克 波多里克 参加国际组织使用什么名字 他用波多里克 他是一个国家吗 不是 为什么他可以用波多里克 因为他波多里克的身份是百分之百合法的 从国际法也好 从国内法也好 从美国什么法也好 他是百分之百合法 他是附属在美国里面的一个 一个等于有一点接近自治的一个政治体系 所以台湾起码要提升到这样一个位阶 台湾提升到这样的位阶 我们参加奥运 我们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我们参加其他的国际团体 我们就用台湾两个字 没有问题啊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 没有办法用台湾两个字 因为我们身份不清楚 我们身份不清楚 有很多人喊说 我是 我是台湾 我是 我是主权独立 但是 哇我不知道你 你没有用美国的思考来看这个问题 你是主权独立 你身份证拿出来 他有写台湾共和国吗 那你人民在哪里 啊有的人 我这样讲有的人认为很好笑 有什么好笑 我是在 检视你刚刚说的话 你有任何个身份证明文件说是台湾共和国吗 你公务员的那个规章给我看台湾共和国你给我看吗 你没有任何这个东西可以拿出来给我看 你 你常常拍着胸膛说我跟二十几个国家有外交关系 他跟台湾共和国有 有签 签署外交关系的 的圣民书你给我看 给我看 哦一个一个都是写中华民国 那中华民国不是台湾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 所以 用这么简单的分析逻辑用西方人的一个 严谨的分析逻辑台湾 是一个地理名词 绝对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联合国秘书长他对这个也很清楚啊 联合国秘书长对这个也很清楚 你寄来的一个薄薄的一封信 你说我要进入联合国那你的附件在哪里 这个 台湾澎湖的领土是什么时候过户给你 你里面有附件吗你有那个国际条约吗在哪里 没有那个国际条约 你认为你在那里60年那个就是你的 那请问那是国际法哪一条 没有这条 这个叫做霸占 霸占 对不对 为什么霸占变成合法拥有 这个 在文明的国家不是这样 你有 所以 为什么我们历史上为什么 到今天 很多人要批评美国 OK 他有批评美国过去我们 殖民地时代 阿不是早就有印第安人在那里 对有 但是对不起印第安人从来没有主张所有权 他不是主张所有权 他最多是主张使用权 可能是我们这个白人有这个所有权的观念 所有权 跟使用权是两麻子的事 等到这个 已经 列入别人的所有权 那你使用权就消失了 所以 这样不同两个文化碰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白种人就要再说 这是你的土地 那所有权状在哪里 你印出来的吗 你印出来 你给我看啊 你自己印也可以啊 你要有啊 要不然这个土地是谁都可以 所以他们通过一个法令 你到这个地方 你 你种菜 你殖民 然后15年后这个土地就给你 那这样子 原来是三个殖民地 他就 慢慢的往西部拓展 因为这个土地就被人去 下去去耕耘 然后下去去主张是他的 然后归属于哪一个州政府 就这样慢慢的 后来就离开这里慢慢慢慢慢慢 到1850年已经到了加州 已经到了加州 那已经碰到太平洋 对不对 事实这样一步一步的 所以 这个历史是这样来的 最近 那个宾拉丁的那个事情 你说美国的基本精神 宾拉丁发生的那个事情 我就去教我儿子 我说现在很多人要批评美国 你宾拉丁你这样处理 你怎么可以冲到人家的家里里面 我说对 这个可以批评 但是问题是 你要主张战争法 你应该接受审判 你要主张战争法 你要接受审判 问题是你是军人吗 你是军人吗 你不是军人 你没有任何权利 你是一个暴徒 暴徒跟老鼠一样 看到就傻 OK 你没有穿军服 你不隶属于某一个战队 你不 有一个上面的人在做这个指挥 然后你的 你的军事 这个中央的 总部在哪里什么什么 你这样子是一个 一个 作战的组织 那我 我 如果把你抓起来 我可以说好 你是个俘虏 所以 日内瓦公约我要怎么处理 你没有 所以你讲这些对不起 跟现在的法律环境 不符 将来 日内瓦公约会不会改 为你这种暴徒 也有什么权利 我不知道 但是目前没有 所以我说很多人会批评你自己心里有数 对不对 这个也是 你要看到一个法律环境 看到一个法律环境是怎么样去做 OK 所以 这些 绕来绕去 就是谈到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要对他 我们 美国的基本的那个 关系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认识 那对于那个 海外领土的一些特别人 特别的状况 当然 我们在网路上也有很多 的那个 多年来的一些报道什么 就像美国为什么他要对待 波多里克 为什么要对待官岛这些 要有不同的法律环境 为什么他的税制跟美国五十周不一样 为什么他是形成一个独立关税区 就像台湾也是一个独立关税区 这样的话跟美国的联邦政府 在税制上有什么差别 这个也是有很多 大法官的判决可以 可以寻 我们网路上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我们有时候也 也把它讲出来 那大家如果对这个其他这些方面有什么问题 当然 请教我或是请教我们林博士也可以 所以今天简单的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起立 走 差点 还有十分钟 阿伦 要来学完 如果没有拿到这份资料来我这拿 好 我 能不能进去 往 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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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著嘴唱好作歌 他一件頂親唱歌 打開未來向前看 臺灣咱的名 臺灣咱的名 為他來打拼 雖然是不開心 雖然是不開心 天城的名 臺灣咱的名 臺灣咱的名 腸 最平衡最明顯 人的事情很奇怪 不必百人來懲罰 相信咱台灣 相信咱台灣 改變好地恆 海映蘭芽頭 海之隊列走 春風叫青藍新冠 我的水是佛祖冠 他一件天青酒山 他回未來用見看 台灣人的名 台灣人的名 唯一台北京 台灣人的名 台灣人的名 唯一台北京 台灣人的名字 牽著我們的夢 走過一段 牽著火水狗 烈心 鄉著台北有共 早安台灣 霍莫沙 一生一日夢 只求台灣的平安 阿彈不流 阿彈不阿彈不羞 七星 座星 堅持福平 conversation 教授腿 聽到父親 聽到子父母 聽到子父父裏 聽到子父母 一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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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不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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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安,不莫殺 抱你的心,甘著暈眩 走過一段,甘加有水溝 我的心,向著太平國 早安,不莫殺 一生一枚夢 只近臺灣的平洋 啊我三個百合 唱到無情的願望 自信 自信 堅持 苦憑 驚笑無情 驚笑小孩 有一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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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台灣 早安 風無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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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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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